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 好 又回到我們苗米打戰爭時間啦 好的 那我們最近的話呢 基本上一開始的話 都會打一下我們的那個未來篇的不死關卡喔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 要先來介紹一下我們未來篇的不死關卡 那最近的話呢 聽說我們的年末跟年初 都會有那個特選轉蛋喔 所以大家如果罐頭還沒抽完的話 千萬不要那麼急著抽 而且在我們年末年初之後呢 聽說還有梅魯克系列啦 所以我覺得我的罐頭應該會不太夠用喔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很想要哪一個系列的話呢 就記得先把我們罐頭留到那個系列喔 因為基本上都會有一些必勝的活動 可以讓大家抽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就先來打一下我們未來篇的不死關卡喔 那今天的話是我們的加拿道 我們就先來調配一下 我們不死關卡的隊伍囉 好 那我們就先用這套隊伍 來打一下我們這個不死的關卡 我覺得其實這個關卡的話 應該都還不會太難啦 所以我們就隨便配一配 隨便打一打應該就可以通過了 因為自從我們這幾天一直在打 我們真傳說跟傳說關卡開始的話呢 我覺得接下來應該都沒有什麼好可怕的喔 應該啦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喔 那加拿大這關的話 陣線是稍微有比例比較長喔 那這關的話就不像我們上來的關卡喔 出我們的異星敵人 這關的話是出我們三個小敵人一般的喔 所以應該就還好喔 所以一開始的話呢 我們就先存點錢包 然後等我們的小敵人走過來 我們再慢慢解決他喔 那這次的話也有帶上我們電鋸貓 跟我們的那個拳擊手貓啦 因為他們是可以打飛我們不死敵人 跟我們暫停不死敵人一隻角色 那這次的話呢 是忘記帶上我們的那個 撐乾跳貓了 所以可能會比較危險一點點喔 那這邊的話異星敵人還是出現了啦 所以我覺得未來一篇的話呢 你的不死關卡基本上都可以帶一些打我們的不死 然後我們異星敵人一些角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那上次跟大家這樣講 我這次還是忘記帶喔 哈哈哈哈 那這句話沒關係 我們這邊是有帶上我們包丟娘跟我們的初號機 所以應該還是可以打我們一些異星敵人喔 好這邊的話 我們異星小敵人是越來越多了喔 那我們就盡可能把我們一些比較厲害的角色都給他叫出來 那待會的話有錢的話 4200塊就可以先叫一隻寶鳥娘出來了喔 我覺得寶鳥娘出來的話 應該就會協助我們這個關卡通關更厲害喔 那會不會其實我們這樣拿到這個關卡 一隻我們的不死神武都沒有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也是有這個可能喔 我們就繼續來疊我們的這些角色 應該就沒問題啦 這邊準備要碰塔了 看一下要碰塔之後呢 會發生什麼事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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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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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邊的話就直接出了我們不死的山豬 哇我還滿驚訝的 那不死山豬哇長得還滿 滿帥氣的一個盤克頭欸 我自己講的話又一個魯魯仁治喔 不過這邊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那不死的山豬的話好像只有一開始會鑽地板 那被我們是打飛了之後呢就沒有再鑽地板了 所以這邊的話只要把陣線給扛住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來打我們這隻不死山豬了 基本上進化掉的話應該就不會那麼可怕了 不過這邊的話除了我們不死山豬以外呢 還有我們的不死河馬喔 所以要非常小心喔 這邊的話基本上不死爹 就是會非常努力的就是鑽地板來干擾我們的陣線喔 那後面的話這邊已經有一隻不死的河馬在後面陣線了喔 所以會比較小心一點點 那我們這邊的話盡可能叫多一點我們喉嚇 這邊的話呢我們的不死山豬是直接把我們的包裝牆給擋爆了喔 所以這邊的話也沒有非常簡單喔 那我們這邊可以再出我們第二隻的包裝牆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除了機也慢慢的走過來了 那這隻的話呢我覺得不死山豬的話 其實它的抗性跟我們的血量應該算是還蠻多的 喔不過這邊的話包裝牆直接給它進化掉了 那這關的話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帶一下我們拳擊走貓 因為拳擊走貓的話這邊一直在把牠擊退一直在把牠擊退喔 所以就會讓關卡減的比較簡單一點點啦 那我覺得如果帶拳擊手貓的話就不太需要 就是帶太多我們的電鋸貓了 或是你也可以帶一些能夠緩速我們不死敵人的角色 應該會不錯喔 哇塞 這一關居然可以遇到我們的不死山豬 真的是嚇到我啦 那我們加拿到關卡的話就有不死山豬了 而且不死山豬以外呢 還有我們的不死河馬 而且都會一直鑽地板 非常的麻煩喔 所以這邊大家要比較小心一點點啦 那打我們未來篇的不死關卡的話呢 我們今天一樣要來挑戰一下我們的真傳奇關卡喔 那這個滿不秘境的話呢 嗯 這關卡的話我就覺得 看到沒有那個無法接關 喔 我就稍微比較好一點點喔 那上次的話也有很多觀眾跟哲平講說 就是綠色的那個火焰到底是什麼意思喔 就是代表就是我們那個貓貓的一些效果會不能使用 也就是說我們黑獸牙王或是黃獸牙王中了我們那個古代效果的話 就是一個詛咒喔 就是你沒辦法使用自己的效果 也就是說 黑獸牙王跟我們的黃獸牙王 是沒辦法使用就是打我們那個有屬性的敵人 或是無屬性的敵人 那個大傷害的一些效果喔 所以基本上就是讓你的角色的那個屬性 無效化的一隻角色喔 所以就會非常麻煩 有古代詛咒的話會非常麻煩囉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先用一下我們的 隨便印象隊伍先來看一下喔 用我們昨天打我們古代噴噴的隊伍來打一下我們這個 香料飯大草莓來看一下這個關卡裡面長什麼樣子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樣的話160體 然後又沒有我們的那個無法接關的話 應該就不會那麼困難喔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畢竟就是多了我們一些古代生物嘛 我們就來試試看 那如果直接出了我們古代犀牛的話 我就會覺得 對不起大家了好不好 喔喔喔喔 看好了看好了看好了 我真的很久沒有看到傳奇關卡 有出我們這種一般的角色喔 我其實還蠻開心喔 不要跟我說是強化很多倍了就好了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就先出這樣 因為我很害怕就是 如果我們太快把它打死的話 太快碰塔也會出現什麼事情喔 那這邊的話 還是有出我們一些就是古代的小敵人 所以應該也是可以打的一個關卡 那奴隸就是用我們這個陣型 然後先用我們的大款腿貓 先來存一點點小錢喔 先把錢包伸起來 應該就沒有問題囉 應該喔 先來打這個傳奇關卡的話 什麼都是應該啦 其實我也蠻害怕 因為這邊的話 星星其實還蠻喊的耶 它沒有這麼的簡單耶 哇 這邊的話打了好久才死了一隻 喔 這邊的話 可能要再多叫幾隻我們的大款腿貓囉 因為這邊的話 越來越多我們的古代小敵人出場 這邊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了 快踢快踢 那這關的話呢 是可以用我們的那個跳出大法的啦 所以體力就不會耗得這麼快 所以還算是不錯喔 那這邊的話 我們已經可以叫出比較力 啊 叫出了 叫到我們的駭客貓 哇 這邊一波尷尬喔 這邊叫出我們駭客貓 沒關係 應該還是可以叫一隻八戒來出來 轟一下我們的這個古代小敵人喔 好 八戒一轟的話 應該就可以全部鳥收散 沒問題 直接轟爆喔 那轟爆之後呢 我覺得這關卡的話 應該就不會那麼困難 就是可以先慢慢的累積錢 還是不要那麼快的碰塔 因為這畢竟是我們的 真傳奇關卡嘛 如果太快碰塔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還是會非常恐怖喔 那我們這邊就努力的先穩定陣線 然後努力的存在我們的錢包 應該就會比較好打一點點囉 那這關的話 目前就是只有出我們的古代小敵人啦 然後還有我們一些小蛇 跟我們黑星 跟我們一般的星星 那我覺得星星的話 算是還蠻難應付的 所以這邊的話 大家可以考慮帶一些就是 能夠扛住我們陣線的角色 然後讓我們後面一些輸出 在那邊輸出也是會不錯喔 那這邊的話 這邊是帶上我們的四個盾牌 那一個是我們鋼鐵貓貓 然後三隻的話 就是我們一直要長線的我們大寬恩的小貓 還有我們大寬恩強貓跟我們強貓喔 基本上這幾隻的話 就還蠻容易扛住陣線的喔 那目前的話呢 八戒是一直往前進的 我們就讓牠往前進之後呢 在後面先存點錢 因為我待會也是蠻害怕怕的喔 我很怕就是到時候 就出現什麼奇妙的生物 那我也是會嚇嚇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把我們的陣線放回來一點點 然後讓牠們擊殺我們的八戒 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先疊了一隻我們的駭客貓啦 所以基本上 還是能夠把我們穩定一點點陣線的 那這邊就等我們的八戒 八戒已經死前復活了 不過應該是還蠻有機會的 這邊直接被咬死之後呢 就是看我們這隻的古代小敵人啦 好 我們陣線回推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就是用我們的 一萬六千五百塊的滿錢包 來叫一些比較厲害的角色 然後就慢慢的碰塔過去的話 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這邊的話先叫我們百貨出場 百貨出場的話呢 我們待會就可以再叫一些 就是比如說我們的 呃 刺刺啊 我覺得還是不錯喔 因為刺刺的話算是一隻遠攻距擊角色 所以一開始先叫到後面的話 應該會不錯喔 然後如果下一次 我又可以疊出第二隻的刺刺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會更麻 呃 更簡單一點點 那這邊他再叫一隻八戒 剛剛八戒才死 現在又叫一隻八戒 呵呵呵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 待會的話 下一隻叫我們美女神出來了 我覺得 現在我們一定要用 最好的陣型 來打我們這個傳奇關卡喔 不能開玩笑 因為其實就昨天 跟我們前天的那個傳說關卡來打的話 我真的是被shark到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要用我們所有實力來打喔 這邊美女神也叫出來 應該就可以了 那慢慢的把陣型帶過去之後呢 應該就會比較穩定一點點啦 除非這邊來的是我們鋼鐵的古代生物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囉 好 這邊的話 陣型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就等我們的角色慢慢過去碰塔的話 應該就OK了 那待會碰塔才是一個關鍵喔 那如果碰塔之後呢 也沒出現什麼恐怖的敵人的話 應該就還好囉 不過 還是希望就是簡單一點點啦 啊 拜託 啊 感覺要碰塔了 這邊美女神一見的話呢 一定是會碰塔啦 這邊碰塔之後呢 會不會出現什麼 欸 好像沒有什麼事情喔 趕快回塔 趕快回塔 希望是沒有什麼事情啦 拜託拜託 好 這邊是出了很多隻 一般的星星 越來越多星星出來 不過這邊的話 應該是可以直接回塔喔 那看來這關的話 也沒有藏什麼東西嘛 是我們自己太謹慎了 感覺應該沒有事喔 好 現在已經到了我們的 十幾萬了 應該沒問題 直接把它回掉 那我在怕什麼呢 問號 所以我們香料飯大草原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開始的星星 跟我們的古代生物 可能會比較麻煩啦 所以這邊的話 帶上我們幾個盾牌 來扛住陣線之後呢 再派幾隻的我們的大款腿貓 或是一些能夠打破洞 或是打範圍的角色 來打我們的前期應該會不錯 然後等到有錢之後呢 你可以派一些角色 把它拉過去 或是把我們的那個 古代敵人放過來 然後把我們陣線維持住之後 再把我們的錢包存滿之後呢 其實再一次去碰塔 就不用擔心 我們碰塔之後會出來的 那些白星星喔 所以基本上這關卡的話呢 沒有這麼簡單 我被嚇怕了好不好 所以我們香料飯大草原 成功通關啦 那我們今天解決的就是我們 蠻不秘境真傳奇關卡的香料大草原喔 那這個關卡的話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相信也大家也都看到了 不過就我們前面的那些關卡的 洗禮之後呢 我真的是變得蠻害怕的喔 所以就還好 那我反而覺得我們那個不死關卡 那個龐克的那個不死豬啊 其實還蠻帥氣的 所以大家如果還沒打過那個關卡的話 可以去加拿大我們的未來片 加拿大的不死關卡 來打打打看喔 就會遇到我們龐克的不死山豬啦 好那你對於我們這兩人關卡的遊戲問題啊 或是比較好打的方法 或簡單的攻略方法的話呢 都會歡迎在影片下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給你其他小朋友的小大家們喔 那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點喜歡 就喜歡哲平頻道的話 開按訂閱喔 那你希望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